美国总统川普亲口证实 川行会准备有所进展 渴望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达成去核化协议 几乎是同一时间 金正恩也在主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时 首度提到川行会 金正恩指点官员 在国际关系方针必须坚持的应对战略 透过朝鲜中央电视台全国放送 有分析认为这是金正恩要让百姓知道 他已经准备好了 外交政策可以转弯 但手上的烟可不能离声 金正恩走到哪都要哈两口 但竟然有人斗胆要他戒烟 亲往台国家安全市长郑益荣 上个月帅南韩特使团访问北韩 竟然在晚宴上当面劝金正恩戒烟 气氛瞬间降到冰点 要老公戒烟都不听 这一番话好像在撒娇 让金正恩听得呵呵笑 好显有旅学主出面缓夹 否则郑益荣恐怕已经被消失 因为在北韩对领导人提出劝告 被视为对最高尊严的侮辱 传出李学主在席间 甚至用我老公三个字来称呼金正恩 这在北韩可说是打拟不到 金正恩公开容许 也可看得出李学主在他心中的地位 有多特别 三立新闻林芳颖报道